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西斯,聋牙小天使 听到门铃的响声,我们一起迎了上去 父亲吃惊地问,啊,这不是乔尔乔吗? 原来,这个人曾在我们家坐过园丁 乔尔乔一家现在住在孔多维 乔尔乔刚从希拉回来 他在铁路上干了三年活儿 昨天才到热纳亚,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父亲想留他在家里住,可他好像并不愿意 他以极严肃的神情问道 我家里现在怎么样,鸡家呢,大家都还好吧 前几天我去看了他,他很健康 母亲回答说,啊,谢天谢地 我多么想去聋哑学校看看他呀 我已经有三年时间没见过这个可怜的孩子了 我把他送到那里的时候 他就像一只可怜的小动物一样,什么也不懂 我那可怜的孩子,我不太信任那学校 你能记住那些手势吗?他能学会交流吗?他太可怜了 我们出了门,聋哑学校就在我家附近 园丁看起来十分悲伤 他的孩子生出来就是个聋哑人 他从来没有听见他叫过一声爸爸 他的孩子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喊他女儿 他从未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听明白过一句话 幸好,有一位好心人愿意把他送到学校 他进学校已经三年了 园丁一点也不知道孩子现在的处境 我们加快了脚步 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已经到了学校门口 我们走进了接待室 开门人朝我们走过来 我是吉家瓦吉的父亲 园丁说,请立刻,立刻把我的女儿叫来好吗? 现在是休息时间 开门人回答说,我去告诉老师 说完,开门人急急忙忙地走了 园丁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看得出,他的心情很焦虑 门开了,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女老师 牵着一个少女走了出来 父女俩深情地抱在一起 那个少女哭了,她搂住了父亲的脖子 园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含泪水 把女儿从头到脚打亮了一番 然后,她喊起来 我可怜的孩子,爸爸太想念你了,你还好吗? 您是他的老师吗? 请您让这孩子打些手语让我看 我也许能多少看懂一点 我也一定要学习手语 我要知道她在讲什么 老师微笑着,低声对女孩说 来看你的这个人是谁呀 于是,女孩微笑着 用一种粗哑的,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他是我的父亲 园丁吓得倒退了一步 像疯了一样地叫喊着 他会说话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你还能再对我说点什么吗? 说着,园丁抱住了女儿 不过,你怎么会说话呢? 你不是应该用手语吗? 不,呱唧先生 老师回答说 我们已经不用手语了 在我们学校用新方法 口语法教学生 您不知道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园丁惊讶地回答 三年前我去了国外 他能听到我说话了吗? 不,先生 老师说 他听不见声音 因为他的耳朵是聋的 他是根据你的口形 来辨别您说什么的 他是一句也听不见的 他说话的发音是我们教他的 园丁弄不明白 他大张着嘴 仍然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事 喂,机家 园丁把嘴贴在女儿的耳朵边上问他 父亲回来了 你高兴吗? 说完 杨起脸等着女儿回答 可他的女儿却什么也没有说 父亲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老师笑了 先生 这个孩子没有回答 是因为他没有看见您的唇形 您应该正对着他说话呀 父亲正对着女儿的脸 看着他 又重新问了一遍 父亲回来了 你高兴吗? 我以后再也不走了 你高兴吗? 女儿看着父亲 很自然地回答道 是的 父亲 回来再也不走了 我很高兴 父亲激动地抱住了女儿 他想再确认一下 就向女儿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母亲叫什么名字? 安东尼亚 这所学校叫什么名字? 聋雅学校 一加一是多少? 二 园丁激动地哭了起来 这是因为他太高兴了 他连声说了好几遍谢谢 不过 您的女儿并不仅仅只会说话 老师说 他也能写字 也能画画 也知道历史知识 也会算数 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已经有好几个找到了工作 他们能知道客人的要求 园丁听了 又呆呆地发愣 他心里头仍然是迷惑不解 他很难想明白 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女儿 教育得这么出色的 于是 老师对开门人说 去叫一个预备班的女孩子来 开门人不久就领来一个 才进学校没几天的 八九岁聋雅女孩 这个孩子 老师说 您看 这是刚来我们这里的一个孩子 我们是这样教他的 我们来让他说 一 您注意看 老师张开嘴 做出发原音字母 一的口型 示意那女孩子也同样张开嘴 女孩子照着做了 于是这一次 老师示意他发出声音 女孩子就发出了声音 可是不是E而是O的发音 不 老师说道 不对 不是那样 说着 老师拉过女孩的双手 让她把一只手张开 放在自己的喉咙处 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膛部位 然后重新说了一遍E 女孩用两只手 感觉老师喉部和胸膛的运动 再一次张开嘴 这一次 很准确地发出了E的音 用同样的方法 老师让那个女孩 把手放在自己的胸部和喉咙处 说出了C和D 父亲看了 大吃一惊 他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老师 老师 你们就是那样教他们说话的吗 稍稍想了一会之后 园丁看着老师问道 你们这样耐心地教 得教多少年啊 你们真是天使一样的人 我怎么才能报答你们啊 啊那样 请您让我和女儿一起待一会儿 请把女儿交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说完 园丁把女儿带到一旁 让他坐下 问了他很多事情 他都一一回答了 园丁心里十分高兴 他仔细听着女儿的声音 他问老师 我想向校长表示感谢也可以吗 校长现在不在学校 老师回答 不过 您却应该感谢另外一个人 那个比您女儿大的孩子 天天照顾他 照顾您女儿的那个女孩 是一个面包商的女儿 是一个十七岁的聋哑孩子 他非常善良 对您的女儿照顾得很好 这两年 每天清晨 他都要帮着吉家穿衣服 梳头 教他缝纫衣服 是一个很称职的朋友 吉家 在这所学校里 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女孩微笑着回答 卡特 丽娜 乔尔 达诺 然后 他对父亲说 他非常非常善良 看门人在老师的眼色 试衣下出去了 不一会儿 他带进来一个卷发少女 这个少女穿着和他相同颜色的衣服 系着一条灰色的围裙 他站在门口 张红了脸 不久 笑着低下了头 他长得很高 乔尔乔的女儿 立刻跑到那个少女的身边 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 拉着他的胳膊 把他领到父亲的跟前 大声地说 卡特 丽娜 乔尔 达诺 这个父亲不停地向少女道谢 感谢他对自己女儿的照顾 女孩仍然没有抬起头 只是笑着抚摸着那个园丁的女儿 园丁目不转睛地看着少女 今天 您带走女儿也没关系 老师说 真的可以带走吗 园丁说 我想把他带回孔多围去 明天一早就送回来 啊 您想想看 如果我没有把他领走 女孩子跑去换衣服了 已经有三年时间没见到他了 园丁又说 现在 他竟然能说话了 我立刻就带着他回孔多围的家里 不过 在回家之前 我要和女儿好好的逛逛这个地方 让大家都来看看我的女儿 您看 她是这么优秀 女儿戴了一顶可爱的帽子走进门来 谢谢大家 父亲站在门口说 非常感谢大家 我改天再来向你们表示感谢 园丁思索了一会儿 突然松开女儿的手 用一只手在背心的口袋里摸索着 他想留下二十里拉送给学校 不不 先生 老师非常感动 说道 请把您的钱收起来吧 我不能收 请您收回去 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 但是谢谢您 不 我一定要留下钱 园丁固执地说 那么 过几天我再来 可是老师已经把那些钱又装进了园丁的口袋里 园丁也就没有再坚持 女儿拉着父亲的手和父亲一起走出了门 谢谢你 我一定会认识